看一下同期比较怎么画 那各位知不知道 同期比较就是2020 2021年当作是基准 他跟2020年来做比较 对不对 对这就叫同期比较 请问一下 你们有没有被要求 一定要会画出来同期比较 应该有 好 我们来去看同期比较图怎么画 空白地方点一下 同期比较最适合的图是折线图 最适合的是折线图 然后这个折线图下面就是放1月2月3月的月份 所以他是不是也是进口日期二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你要选择你要选择这个 向下探索 多向下探索 你要选两次 点一下是从棉变到G 再点一下它变成月了 下面就变成1到12月 然后再接下来 我是不是要放值 现在你看到的是这个1月的意思是指2011年加2012年1月 加2012年1月加2013年1月 一直到2021年1月可以吗 那我这边应该是要有12条线 一年一条线 所以怎么做这件事 好 请问一下 这边有看到 轴 图利 图利是空的 有看到吗 我就只要把这个 进口日期二 搬到图利这边 进口日期二 搬到图利 然后再把进口日期二 改成日期阶层 我就有12条线了 那你要知道说通常我们只比其中的两条线 所以有第一种做法就是这一格点 然后控制键按住 就是你选到2021年跟2020年 好 谢谢 谢谢